台北市西门町 而没停车场竟然变成了水连洞了 地上水流不停 俨然成为了小河 有的地方大水狂冲 宛如是瀑布 原来昨天晚间 有一辆载着蛮童的小货车 疑似没有注意线高 撞破出入口水管 导致水瞬间炸出 有机车组被涂起来的水柱攻击 超级傻眼 还一度造成了出入口的回堵 事后货车赶紧移车 并且报请相关单位紧急维修 才暂时排除意外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